鳄鱼有非常尖锐的牙齿,而且咬合力也非常大 咬住猎物后,会把猎物拖进水里,进行死亡翻滚哦 哦,太可怕了吧 怎么样,你们要不要和鳄鱼拍张合影呢 不要不要,林阳老师说了,要离危险的动物远一些 呵呵,你们胆子太小了,那我来给鳄鱼拍张照片吧 大鳄鱼,看这里,茄子 哎哟,不好,佩德罗不小心摔了一跤 相机掉进了鳄鱼池里,正好落到了鳄鱼身边 哦,我的相机 佩德罗,我们还是赶紧告诉林阳老师吧 林阳老师走了过来 哦,天哪,我看现在这个紧急状况,我们只能呼叫超级飞侠了 超级飞侠乐迪前来救援 大家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吗 是这样的乐迪,佩德罗不小心把相机掉进了鳄鱼池 我们没有办法取回相机,只要请你来帮助了 哦,原来是这样,让我想想该怎么取回相机 嗯,有了,我也有办法了 于是,乐迪飞到了鳄鱼池上空 在鳄鱼池的另一边,他丢下了一个美味的蛋糕 鳄鱼看到了蛋糕,立即朝蛋糕爬了过去 好了,就是现在 乐迪看着时机,迅速从鳄鱼池里取出了相机 佩德罗,你的相机 哦,谢谢你,乐迪 还好有你的帮忙,乐迪 谢谢,乐迪 不客气,小朋友们 不过,乐迪要提醒大家 以后在动物园观看动物的时候 也要注意安全哦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再见 搜索叮叮鸡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叮叮鸡爱玩具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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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